要不就是你最后加总加一不就好了 要不然就怎么样 要不然就把那个负一的那个值给remove掉 那你可以利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有一个说明 你可以remove 假设你要remove你已经知道说 那个值是多少 你可以把那个负一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就帮你把那个里面是负一的帮你拿掉 OK 所以那方法好几种 或者是你可以算那个位置 就是哪一个到哪一个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多一个负一的问题 这个可能我刚刚忽略掉了 再不然的话你就跑回圈 跑回圈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位置 因为他是len减掉e 把它直接再算的话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会再讲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是 一个一个输入其实还蛮麻烦 大部分老师在填成绩的话 可能已经都打好成绩了 那如果打好成绩 如果再叫他重新输入一遍 其实不符合那个 实际上那个输入的流程 所以要不就是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档案 已经把成绩打上去了 假设有这些成绩 这些成绩的话已经是输入 中间加逗点好了 这个档案呢 大部分可能就是你自己手动 所以你也许可以什么 假设你今天要增加一个 New一个档案好了 比如说一个File 那这个File也许你可以用什么 假设英文成绩的话 ENG好了 OK 然后点什么呢 你可以用CSV 或者是TST 其实都可以 这个格式的话你可以自己定义 好那假设我今天呢 直接在这个SRC的同一个资料夹 建立了一个英文的成绩好了 我用点TST好了 OK 按Finish 那如果比如说我今天输入 假设中间加一个逗点 那我就是分别把那个成绩 先预先输入在某一个档案里面 假设输入这么多成绩 输入完之后把它Save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输入成绩我不要是 用那个足个足个啦 其实足个足个输入其实还蛮花时间 如果说我已经有档案了 那我就直接把档案怎么样 读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成绩里面喔 所以这里面的话 如何用那个读取档案的方式 把它读进来 那读档的部分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在那个我们的Python里面 如果它读档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只要三行成绩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把档案 就是外部那个档案读进来 比如说我把那个刚刚的eng 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eng 那我假设要把它全部读进来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print它结果 你会发现刚刚的成绩 就全部帮我读到一个list里面 那只是说读进来的东西 如何跟刚刚的东西串在一起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把在Python里面读档 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在Python里面读档非常简单 你就是用一个f的物件 去open 等于open 后面呢 跟他讲说 我的相对路径里面 有一个eng的一个档案 那请你帮我做档案的读取 读取的话就r ok 如果未来如果他写的话就w r就是读 r就是写 其实他读写非常简单 ok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呢 他的什么呢 他的第一行 其实就是一行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read 就是后面可以什么 增加一个变数 去接f这个物件里面 帮我把它read the light read有没有 light就是读一行 因为只有一行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行 有就read light s加 s 就全部读进来 这还蛮有趣的 他以单数跟负数 那后面加一个小瓜 他就帮我把那一行的资料呢 读到s的这个字串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把那个 假设我先不切割 我直接把这个s print出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 里面 其实很快 我觉得他这个读档非常快速 有没有 这两行就可以把档案读进来 两行就可以把档案写出去 这太方便了 如果跟那个vba比起来的话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简单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将来呢 不是要一个字串 我将来是要一个string 才能够放到刚刚 那个我要计算的结果里面 刚刚不是一个 就是计算的一个这个score 那不过这个是用append的去串 那我如果要把刚刚输入的结果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score的一个串列的话 其实在这边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字串 用一个方法就搞定了 就像那个ecel里面有资料剖析 OK 这边的话有类似功能 剖析因为它中间都是痘点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s这个字串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sprit 其实vba里面也有sprit 用法一模一样 也可以做切割 OK 那切割之后的话呢 你要告诉它说中间用什么分格 我用那个痘点分格 所以它就怎么样 帮你切切切 切完之后呢 直接丢给这个变数 那不过特别之后 经过sprit过之后的那个东西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串列了 所以字串就变成串列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切完之后的东西 一样我把它print出来 把这个scope print出来 你可以看哦 刚刚s是长这样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切完的结果 把它输出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串列了 有没有 不过请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没有转型 所以里面都会是自串哦 有没有 那它当然你用双引号或单引号都可以啦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假设我要把这一段 跟刚刚这边输入把它拿掉 改成用open直接算出 里面有几个学生 里面的加总结果跟平均输出的话 所以可能下一次上课啦 再把这一段呢 跟这一段结合在一起 那就会是外部读取档案 把它做成绩的输出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档案的读写 那后面还有练习啦 可能就是大量的档案 你可以读进来之后再把它合并 会整 其实Python这部分也蛮好用的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是没有很多啦 但是很重要 这几行 尤其这两行 Realize读一行 如果你要全部读的话 以后有Realize加S Realize OK 不过我想慢慢再来看 在Python里面读档真的还蛮方便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把那个串列 结合那个档案的读取 然后再来可能就会再讲到有关字典 Ditionary 因为字典部分的话将来会配合那个网路 如果你有网路资料的话 有Jetson档案的格式 KeyValue的这种架构 再来就是资料库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还是把那个练习 程式再重新再输入练习过 结果部分的话反正就做一些变化 有一些题 如果没讲到的话 回去可以再自己花一点时间 像转VBA部分没讲到 或者是什么游戏部分的话 1A 2B那些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想一下 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不过我上面是没有参考答案的 你可以自己写写看 然后将来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然后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